大家好,我是安心小程 台灣可能比較多朋友認識我 我是個從事婚姻諮商、婚姻危機處理、商業調查及訴訟證據收證的真信調查專家 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偵探 兩年多前到大陸替一個企業家客戶處理他的疑難問題及求醫 替客戶解決疑難問題的這個部分現在先不展開 求醫呢主要就是為了治療某次出任務時造成的腦傷及腦傷之後日趨嚴重的抑鬱症 因而在大陸碰到了一些奇遇遇到一些奇人跟迷失 目前來說我已經從一個人家所說的私家偵探經過這兩年多的時間 透過像幾位厲害的老師學習易經、奇門遁甲、心理學、催眠、深層溝通、阿卡西紀錄閱讀 甚至是打坐靈修、印度的脈輪冥想 追尋前世的記憶跟前世的智慧等等一系列身心靈提升的特殊知識 還被我師父臃腫本教的活活弟子收入門下成為了一名本教徒 從而進化成了一個新的身份心靈偵探 大家或許會覺得很奇怪一個如此重視邏輯 這麼多年帶領調查團隊快速破案解決客戶問題、直覺力破表的偵探 為什麼會花兩年多的時間一頭栽進心理學領域 走靈性提升、走身心靈成長的這條路呢? 這個就要花一點時間說明一下 我在四年多前,在一次出任務的時候 頭上腳下從三公尺高處摔了下來 疊了個腦震盪 最嚴重的時候失去了記憶好幾天 休養好一陣子以後 發現以往好用的腦袋已經流下了嚴重的後遺症 不僅一些過往的記憶提起困難 還影響了一部分語言的組織能力 變得無法在人群中發言 常常在講話的時候會因為一點外在的干擾 就能讓我腦袋裡面本來要說的話消失一口 常常話說著說著就卡住了 也因為這樣原本勇猛果敢的個性也發生了轉變 陷入了嚴重的抑鬱症狀況 也因為這次的腦傷給我帶來了人生的重大轉變 我一開始是透過吃西藥來處理我的抑鬱症問題 但是吃西藥卻影響我對案件的判斷 腦袋常會呈現迷糊的狀態 嚴重的影響我的工作能力 所以我認為這樣子也不能夠解決我的問題 後來試過多種的方式都沒有太好的效果 但在這個治療抑鬱症的過程中 我開始接觸到高危世界 及靈性成長這一類的邊緣知識 也打開了我對世界的另外一種認知 也提升了我的思維高度 能夠以一些新的視角 找到以前沒有想過的處理方案 去更好地解決客戶委託的難題 也算因禍得福吧 到了2020年的5月 台灣大法官釋憲通監罪除罪化 因為這個法律的修改 很多有這類婚姻問題的客戶都選擇了官網 婚姻調查的案件在當時就減少了很多 公司業務就少了一塊 再加上國際疫情的爆發 我們公司有一大塊的業務也是和國際的調查公司 對接合作爭辦世界各地的案件 而疫情讓國際交通都中斷了 沒有辦法出國辦案 國外業務這一塊也沒有 以上這些突如其來的變化 讓我對未來感到焦慮 又讓我陷入了更嚴重的抑鬱狀況 這個時候大陸有一個老客戶找我幫忙解決問題 而剛好台灣我這邊也處在一個案件的空窗期 我也得到了一些訊息 知道大陸有一些老中醫 修為很高 還聽說有一種時空的針灸法 可以透過針灸把受傷的部位逆轉時空 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還有一些大師能以特異功能 治療各種疑難雜症 基於這些想法 開始萌生在疫情期間去一趟大陸的想法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有疫情了 進大陸需要隔離14天 這對我這樣的抑鬱症患者來說 可是個重大的考驗 考驗了好幾天都沒有辦法下決定 但大陸的客戶一再地邀請 最後我才把牙一咬 把機票買下去 到大陸去幫這個客戶處理他的事情 也到大陸來碰碰運氣 看是不是能找到能夠療癒我腦上的醫生 在大陸隔離的期間 我的抑鬱症發作起來 我曾經把隔離酒店的窗戶 全部都拿螺絲起子拆了 坐到石層樓外面去透氣 好幾度都想直接的跳下樓 不想再受這個罪了 最後是想到台灣的家人 終於制止了這個奇怪的想法 辛苦的熬了14天出關之後 結果找我來大陸的客戶 竟然就消失不見了 完全聯絡不上 我整個大傻眼 在這個時候 我猶豫要不要直接回台灣算了 但是抑鬱症跟腦上的問題沒有解決 就這樣回去有點不甘心 結果在因緣際會之下 認識了一位台灣的心靈療癒師 剛好在上海開國際催眠室的認證班 老師說催眠也可以很有效的療癒抑鬱症 我就接受了老師的邀請 去參加這個催眠室的課程 在催眠室的課程當中 確實我也改善了一部分抑鬱的情緒 也透過課程中的前世催眠 認定了我們人是有轉世輪迴的 也體驗到了轉世緣分的奇妙 更在課堂中認識了不少牛人 課程結束之後 自己也成為了一名菜鳥催眠師 心靈療癒師 也發願以這個新的身份 去幫助更多的人 解決心理上的問題 而在牛人同學的指引之下 知道大陸幾個地方 有精通高維治療的奇人 於是我就展開在大陸的求醫之路 今天先聊到這裡 大家有興趣聽我 立志佑神奇經歷的話 請不要錯過 幫我點個訂閱跟分享 我會再持續分享 我碰到的奇人騎士喔